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新语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妻子十月怀胎 生产那天我才发现 孩子早已夭折在肚子里 随后 我的身边发生一系列诡异事件 家中突然出现婴儿的脚印 墙里传来婴儿的哭声 妻子也逐渐神志不清 一个月后 妻子车祸死亡 临死前她给我发了条消息 老公 孩子真的被关在墙里面 孩子没了 妻子死了 可我却笑了 世上真正恐怖的是人心 我老婆生产那天 她努力到午夜十二点 孩子出生时却已经没呼吸了 望着托盘里的孩子 我喉咙一阵苦涩 是个女婴 她全成一团 一动不动 手指保持着从肚子里 剖出来的样子 紧捏成拳头 孩子在肚子里死很久了 皮肤都泡发了 你们之前都不检查的吗 护士的话让我无比愧疚 自责 老婆平日太扑在工作上了 我应该让她好好休息 这样孩子也不会 我靠在墙壁上 无力地滑坐在地上 只觉得心脏传来一阵阵抽搐的疼痛 护士在放置孩子的托盘上盖上白布 让我去给妻子买点红牛 视力价等补充产后体力 并办理死亡证明 我刚买了食物回来 就听到老婆发疯地叫喊声 孩子在动 孩子在动 医院的灯 呼得一鸣一暗诡异地闪烁起来 我慌忙跑过去查看 托盘的白布之下 死鹰竟然真的在蠕动 护士 孩子活了 我大喊护士 不可能啊 孩子剖出来的时候 明明是没气了的 护士掀开白布 用仪器检查孩子生命体征 结果仍旧是死亡 孩子是真的死了 闻讯赶来的岳父岳母 十分愤怒 岳父当场给了我一巴掌 你个窝囊费 连老婆孩子都照顾不好 岳母大哭着抱住孙婷哀嚎 我女儿嫁给你 真是到了八辈子没 我捂着被岳父打肿的半边脸 爸妈 你们消消气 死的怎么不是你 岳父反手又给了我一巴掌 这点事都办不好的窝囊费 这一巴掌扇得我眼貌金星 几乎摔倒 可我没有反驳 只是低头沉默 岳父岳母经常谩骂 我早已习惯逆来顺受 家里开的公司和财政大权也在孙婷的手里 这么多年 我一直被她的家人砍成窝囊费 我父母早逝 家境贫寒 入赘到她家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爸 妈 孙婷虚弱的哭泣声传来 医院要把孩子火化 我不想孩子被烧成灰 岳母诧异地大嚷 火化 我们自己家的孩子火不火化 不应该是我们自己说了算吗 入土为安 孙女绝对不能火化 岳父直接道 我们把孩子带走 不让医院处理 我的嘴肿了一半 土字不清地小声道 这样不好吧 我们这不是无视医院的规定吗 规定个屁 岳父一脚踹在我膝盖上 医院要是敢把我孙女火化 你就死在他们医院 搞臭他们 我的后背撞到了墙上 脊椎个得火辣辣的疼 爸 您消消气 我去和医院协商 在岳父岳母的强烈要求下 医院妥协了 岳父把孩子装入定制的小棺材 将棺材上定密封好 让我把棺材 埋在了老家的后山里 几天后 我带老婆出院 我和老婆共同创办了医疗器械公司 老婆以前是工作狂人 性格开朗 但孩子的死 让她性格大变 开始郁郁寡欢 公司的压力都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每天的会议日程被排得很满 要与供货商 医院领导应酬 早出晚归 十分疲惫 下班回来 老婆还哭着让我陪她去看看孩子 我很无奈 怎么去看孩子 看什么呢 难不成把孩子从地里挖出来 耐不住老婆的要求 我提前将公司各部门任务安排好 近期的应酬推迟 远程丁丁办公 解决公司日常事务 然后要带她去一趟老家 毕竟老家离孩子埋葬的地方近 到老家住的第一晚 恰巧是孩子的头七 我在丁丁上处理工作事务 还要安抚孙婷 忙完一切 将近一点才睡 半夜睡觉醒来 我感到口渴 想起床去倒点水喝 迷迷糊糊之间 我在床边摸到一条冰冷 滑腻腻的小胳膊 这不是孙婷的胳膊 孙婷微胖 而刚才我摸到的胳膊很瘦小 与刚出生婴儿的手臂 轮廓别无二致 难道孩子来找我了 我一个机灵 藤弟起身开灯 再回头看 床边空荡荡一片 也许是错觉 我自我安慰着 可是后背早已一片冷汗淋漓 老婆也不在床边 我环顾四望 停停 我走到客厅 在一片黑暗中 老婆头低垂着 正坐在沙发上 她双手环胸合拢 以一种空暴的姿势僵硬地来回晃动着 茶几上 放着泡好奶粉的奶瓶 停停 我刚想叫老婆 她却伸出手放在唇边上 须 别说话 宝宝才刚刚睡着 你别吵到她 我心口一酸 抱紧了她 孩子不在了 以后我们一定还会有孩子的 孙婷推开我 胡说 孩子现在就在我怀里呢 她说着 像献宝师的高举着手放在我面前 你看 但她手中空空如也 孩子呢 孙婷清醒了 她使劲揉着眼睛看我 老公 我是不是魔障了 刚才我明明看到了孩子的 我叹了口气 婷婷 我亲手埋的 她怎么可能会在这里 你糊涂了 孙婷没说话 拖着身子 光着脚往卧室走 我一阵心疼 大冬天的 她怎么连袜子和鞋都不穿 等等 她走过的地方 怎么有泥印子 沙发上 地板上到处都是细细麻麻的泥土 土是黄红相间的粘稠色 带着若有若无的血腥味 我头皮一阵发麻 这种土只有后山才有 孩子就是埋在这土里的 孙婷是不是太想见孩子 所以趁我睡着 跑去后山看孩子了 我跑到卧室问她 婷婷 你今天是不是出门了 没有 孙婷摇了摇头 眼神疲倦 你怎么这么问 我指了指她的脚 你的脚上 怎么会有泥土 孙婷看了看脚 大惊失色 怎么会这样 我今天一整天都躺在床上 就没出去过 也对 她一直在我眼皮底下 何况她还在坐月子 体力也根本没办法支撑她上山 老公 孩子真的来找我了 孙婷摸了摸 已经干瘪褶皱的肚子 眼泪已经掉了下来 我睡着的时候 孩子给我托梦了 她说她闷得难受 想要人陪她 我醒来后 看到她就在卧室门口 我就抱住了她 哄她睡觉 婷婷 你应该是梦游了 我阿妹孙婷 你想啊 孩子才刚出生 她不可能会说话 也不可能走过来的 孙婷开始沉默 昏黄的灯光下 衬得对面白子图中的小娃娃 眼睛异常大 但脸庞却格外惨白 这图是孙婷买来的 她一直觉得小朋友很可爱 所以想要个孩子 也就买了这个白子图挂着 现在她却生了死胎 婷婷 你别难过 我摸了摸孙婷的头发 才发现她的眼睛 不带半点转动地盯着我 她的眼神很陌生 甚至有点恐怖 我咯噔一下 你 你怎么了 孙婷嘴巴僵硬 而鸡泻的一张义和道 孩子来了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老婆 你累了 产生错觉了 孙婷捡起地上的细土 搓捏着 你说 这是怎么回事 细密的土 随着她的手指慢慢地飘落在空中 一点点地落在我的身上 血腥味更重了 你别想多了 我拿纸巾用力地擦拭着她的手指 大声道 这土是我埋葬孩子的时候 鞋底扎了泥 不小心带回家的 话说得越大声 我越是心虚 我记得很清楚 埋葬孩子的时候 冷不丁地我听到地下传来有骨头折裂的闷声 当时我低头一看 鞋底边上全是泥鱼血的混合物 我觉得太脏 就把旧鞋丢在了逝去的家里 还没洗 此时在老家 我穿的是同款的另一双新鞋 也就是说 脏鞋我压根没穿回来 那这泥是从哪里来的 一股莫名的恐惧 从我的几两骨冒了出来 孙婷悠冷着声音道 孩子来了 我看到了她的脚印 就在玄关柜那里 她回来看她的爸爸妈妈了 我一惊 战战兢兢地走到玄关柜 玄关柜的边缘 有一个极淡的红色鞋脚印 脚印不大 三厘米 正是刚出世婴儿脚的大小 此时凌晨两点 夜深安静至极 我甚至能够听到自己心脏狂跳的声音 难道孩子真的来了 不可能 死了的孩子 怎么可能会从土里爬起来 我很快否定了刚才的念头 任何事情都一定有科学解释 这脚印肯定不是小孩的 而是山上的野猫之类的动物 毕竟老家挨着山 又是院子 有小动物进来觅食 也是很正常的 我这么安慰孙婷了好一会儿 后半夜她终于睡下了 我却翻来覆去地睡得很不安稳 心莫名发慌 这时候 门之嘎一声地清响传来 我下意识往门看去 却看见一个浑身清黑 赤裸爬行的婴儿 她一寸寸地挪动着 略大的脑袋垂在地上 头皮摩擦地板发出的细微沙沙声 刺耳至极 她灰白的眼睛盯着我 嘻嘻地笑 别过来 我想起身 却发现自己全身僵硬 无法动弹 似乎有某种力量将我禁锢住 鬼压床 女婴还在一点一点地朝我爬来 我极力挣扎 但连眨眼都觉得格外艰难 冷汗从我的额间滑落 滴在我的眼睛里 让我痛苦不已 嘻嘻 尖锐的笑声离我越来越近 她一爬到了我的身上 灰白眼珠死死地盯着我 那是忧怨 邪恶 憎恨 恶毒的眼神 嘻嘻嘻 她还在笑 啊 我大叫一声 眼前开始一片黑暗 我彻底失去了意识 老公 你真情快 一早起来就打扫卫生 孙婷的话把我惊醒 我藤弟坐起了身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刚才是做梦吗 孩子睁着白眼珠子对我笑的梦 真的好逼真 孙婷晃了黄我的胳膊 老公 你怎么了 啊 我后知后觉地看向孙婷 你说什么 孙婷有些美好气道 我说 你把家里打扫得很干净 我摇了摇头 我一晚上都在睡觉 没打扫卫生 孙婷瞪大了眼睛 指了纸床 沿下的地毯 声音含着恐慌 你看地上 我瞥了一眼地毯 白色的珊瑚绒毯子上 不见半点土星子 怎么会这么干净 我跳起身去客厅 玄关贵处 不见半点三厘米的脚印 白色地板光洁地 反衬出我苍白的脸 砰砰砰 我的心狂跳着 几乎涌出我的胸腔 不可能啊 是我记错了吗 孙婷念念叨叨 昨天我明明记得地上有泥土的 那是孩子来找过我的痕迹啊 婷婷 是你记错了 我强打精神 安慰着孙婷 你太累了 产生孩子从土里爬出来 找你的幻觉了 是吗 孙婷坐在床上 她抱住头 有些语无伦次 孩子 泥土 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吗 真的 真的是我产生幻觉了 婷婷 你好好休息吧 我给孙婷倒了杯牛奶 让她继续去卧室睡觉 而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大口呼吸着平复刚才的梦 那梦太真了 我甚至能够感受到 女婴张大嘴巴笑时 那骨子扑面而来的腐臭味 许久后 我终于平复了思绪 当务之急 还是照顾好老婆 剖妇产手术 再加上孩子的死 让她太虚弱了 我在知乎上 搜了产后恢复的补品 打算买植物鸡 给她补补身子 走到菜市场 我听到妇女们的嚷嚷声 你骗我的吧 我昨天还去后山挖冬笋 我都没见着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后山 我下意识停住脚步 注意听他们在说什么 我骗你干什么 昨天傍晚 我亲眼看到后山竹林里爬出来一团东西 那东西可吓人了 又肥又乌黑的 我拍了拍妇女的肩膀 发现她是我的邻居王寡妇 我问她 你在后山里看到了什么 王寡妇扭过头道 好像是水猴子 又好像是别人不要的死孩子 我的脸瞬间紧绷 身体忍不住地颤抖 难道 孩子是真的来找我了 而不是我做的梦 哎 是林华呀 王寡妇认出我来 她咧着嘴露出一口微黄的牙齿 你回来是想给小孩做满月酒吧 我很不高兴 我孩子刚出世就死了 做哪门子满月酒 王寡妇没察觉我的不悦 语气有点阴阳怪气 我儿子考上大学的时候 你也没回来随理 所以你小孩满月酒的红包 我们这就抵消了呀 我孩子死 我再也忍不住 想发火的时候 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我孩子没出世就死了 岳父觉得这不光彩 因此给孩子下葬的时候 我是偷偷摸摸 避着人的 王寡妇又怎么见得到我的孩子 我有点呼吸不均地问王寡妇 你怎么知道我带了个孩子回来 这谁不知道啊 王寡妇奇怪地打量我 我出门的时候 看到你老婆在给孩子喂奶呢 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孩子都死了 孙婷给谁喂奶 我疯了一样跑回家 远远地我看到孙婷一手拿着奶瓶 一手抱着团东西贴着自己胸脯 孙婷抱着那团东西左右缓缓摇晃 像是在红宝宝睡觉一样 婷婷 你在干什么 我大喊道 当孙婷侧身转向我这边方向的时候 我的视角看到了那东西的正脸 好大的眼睛 好浓的眼白 那黑铜仁直直地盯着我 让我浑身站立 几秒后 我终于意识到 这是个塑料娃娃 我冲到孙婷面前 一把打掉她怀里的娃娃 婷婷 你哪里来的这东西 啪哒 塑料娃娃的脑袋 被摔得脱离紧薄 滚落在我的脚边 我狠狠一脚踩烂 老公 你怎么这么对孩子 孙婷比我更生气 她慌忙蹲下身子 去捡地上的碎娃娃 我摇晃着她的肩膀 婷婷 你醒醒 这不是我们的孩子 不是 她是我宝宝 你摔疼了我的宝宝 孙婷把捡起的塑料娃娃紧抱在怀中 十分执着地说 你放开我 我要给宝宝喂奶喝 够了 我吼了一句 孙婷 我们的孩子死了 她在后山上呢 你明不明白 大概是我说的话太大声 引来周围邻居的围观 王寡妇与其他妇女的议论声 毫不避讳地传进我的耳朵 呀 王寡妇 你昨天看到从后山爬出来的东西 不会是林华老婆生的死孩子吧 不会吧 哪有死了的孩子还能爬出来的 林华老婆怎么抱着塑料娃娃当宝 是塑料娃娃呀 瞧着样子是有毛病了 我乍一看还以为她真的在给孩子喂奶呢 林华的老婆不会疯了吧 乱七八糟的声音听得让我又愤怒又羞愧 我叹了口气 搂紧了孙婷 老婆 你还在坐月子 吹不得风 你回屋好好休息吧 老公 我睡觉的时候 突然听到孩子在大门口嘻嘻地笑 孙婷趴在我怀里 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顺着声音出了门 发现门口放着这么一个娃娃 所以就 就喂了奶 我抱着孙婷往屋内走 她又说道 老公 我刚刚抱塑料娃娃喂奶 是不是让邻居看笑话了 没有 老婆你别多想 进屋后 我抚摸着孙婷的后背 我觉得是公司的人在搞鬼 虽然咱们名义上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但那些小股东们一直虎视眈眈 想得到公司的控制权 他们故意整我们 从而借机控股我们的公司 听听 这段时间公司的事情 我来全权处理 我一定要把背后捣鬼的人揪出来 我继续安慰孙婷 你只需安心修养好身体就行 孙婷危在我怀里 在我的搀扶下 回屋休息 过后 我炖了乌鸡汤喂给孙婷吃 孙婷喝完鸡汤 精神明显好了很多 躺床上睡了 安顿好孙婷 我缓了口气 总觉得老家不能常待 这里偏僻 再加上刚埋葬过我的孩子 不太干净 嘟嘟嘟 桌上手机震动的消息让我回神 屏幕上来了一条短信 孩子死了 嘻嘻嘻 我拨打过去 但那边无人接听 我簇眉删掉了这条短信 旋即 我收拾了下行李 打算等孙婷醒来 就离开这里 孙婷这次睡得很短 不到一小时 她就起床了 老婆 我们回城吧 我对孙婷说道 孙婷像是没听到我说的话 她朝厨房走去 我发现 她又像昨晚那样光着脚在地上行走 我察觉到不对劲 赶忙站起身 老婆 你想干吗 孙婷已经进了厨房 她出来的时候 一手拿着羊脚锤 一手拿着菜刀 孩子 孙婷声音尖锐道 孩子在里面 孩子在哪里面 我想夺走孙婷手里的锐气 但又害怕误伤了她 只能不断和她说话 试图吸引她的注意力 老婆 你先把刀和锤子放下 孩子在镜子后面 孙婷的手指着我 她手里拿着一把大菜刀 菜刀锋锐 闪着寒光 我解释着 婷婷 孩子被埋在了山上 不对 孙婷狂躁地大叫 她的手也跟着用力一致 菜刀贴着我的耳朵划过 一股锐利的疼痛 从我耳朵的神经传到 我的四肢百骸 啊 我疼得捂住耳朵 血很快顺着指缝渗出 滴答滴答地掉在白瓷砖上 我的小半只耳朵竟被菜刀削落 孙婷 我大吼着老婆的名字 只觉得她是疯了 如果菜刀偏差再多一点 是不是我的脑袋也会被她削下来 孙婷高举着锤子朝我走来 我怕了 这次是真的害怕了 我慢慢后退 语气变得柔软 婷婷 你怎么了 我做了梦 梦到了孩子 她对我说 她被砌在镜子后面的墙里 话音刚落 孙婷高举着的锤子 往我身后砸去 啪 墙上挂着的镜子碎了 银白刺目的碎片 朝着四周扩散 小心 我试图阻止孙婷 不让她被伤害 但显然已来不及 她的脸上 手上 脚踝处 都被尖锐镜片划过皮肉 飙飞出血 但她好像察觉不到疼 光着脚 应声声地踩在细碎镜片上 我赶忙抱住孙婷 想把她拖回卧室 婷婷 你醒醒 放开我 孙婷此时 力气大的吓人 为了摆脱我 竟拿锤子砸我 沉重铁锤落在我手骨上 我痛苦不堪 最终还是放开了她 宝宝 孙婷又一次踩在尖锐碎镜上 她砸着墙 喃喃自语 宝宝 妈妈来找你了 雪白的墙壁被砸烂 粗利的水泥块 蹦在她的脸上 可她没有半点停止 她就像是上了发条的机器人 一下又一下地开始砸墙 我知道靠自己肯定置不住孙婷 赶忙跑出去 让邻居帮忙 众人合力下 总算把她从破碎的镜片里 拖了出来 为了防止孙婷继续封下去 我只能用绳子把她绑住 宝宝在墙里面 她真的被弃在墙里面 孙婷不断扭动着 哀嚎着 我看她这样是被鬼上身了 王寡妇率先说话了 都说死去的婴儿怨气中 最容易化作厉鬼来找妈妈 这世界上压根就没有鬼 我觉得是林华老婆太难过 导致有了幻觉 卫生院里的李医生看了我一眼 问道 林华 你老婆最近是不是不太正常 我沉默 没有说话 我老婆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她勤奋 努力 善良 可 可现在 却因为孩子的死 变得疯魔了 哎 死的是你们第一个孩子 你老婆精神出了问题 也是情有可原 李医生拍了拍我的肩膀 她叹了口气 林华 回城里去吧 这里离死胎太近 你老婆肯定会因为思念孩子 而继续疯下去的 我点了点头 停停 我们回城里的家 好吗 孙婷不愿意 她使劲地摇头 跺脚 我不走 孩子还在墙里 我一定要找到她 我蹲下身 平视着坐在椅子上的孙婷 曾经我老婆工作努力 事业有成 她灿烂的就像是一朵娇艳的花 充满芳香 俯视众生 可现在孩子的死也让她夭折了 她身上全是血污 明媚不在 我好心疼我的老婆 这一瞬间 我下定了决心 我伸手将她乱糟糟的头发捋顺 轻轻地说 停停 我带你去看孩子 在邻居们的见证下 我带着孙婷去了后山 这个地方埋葬了我的孩子 也承载着我的痛苦 我曾亲手把孩子葬在山里 如今又要亲手将她取出 宝宝 为了能让你妈妈的疯病好一点 爸爸不得不这么做 我闭上眼睛 深吸了一口气 双手往下刨 刨了二十分钟左右 我逐渐感觉到不对劲 孩子埋得不算太深 照理我 现在应该能够碰到她的 但为什么我只闻到了腥臭味 却不见半点孩子的痕迹 孩子呢 周围邻居纷纷问道 我加速跑土的速度 但还是不见半点孩子踪迹 是我记错了埋尸地吗 我抬起头 前方正是一块大石头 没错呀 我亲手把孩子埋在这大石头边上的 邻居见状 拿锄头开始挖 都挖了一米深 还是不见半点孩子痕迹 我说了孩子在墙里 孙婷彻底疯了 她声音嘶哑着喊 我要回家 我要砸开墙去把孩子刨出来 在山上折腾了一下午 我没找到孩子 孩子不见了 我很担心 也很害怕 王寡妇嘀嘀咕咕的声音传来 我那天看到爬行的一团黑子东西 不会就是孩子吧 李医生摇了摇头 不可能 已经死了的孩子怎么可能爬起来 王寡妇犹豫了一会儿 那 那有没有可能 孩子是被那团东西给吃了 他不这么说还好 一这么说 我的心顿痛起来 宝宝死不得安生 竟被山里的肮脏畜生给吃了 他该多痛啊 我很后悔 当初不该听孙婷一家子的话 把孩子葬在老家后山 我应该把孩子火化的 回到家 受不住孙婷的强烈要求 我砸了墙 但整块墙体都碎了 也没有找到孩子的尸体 没见到孩子 孙婷嚎啕大哭 指着家里另一块墙说 孩子被砌在那墙里 邻居都说孙婷疯了 不能任由他胡闹下去 否则老家的屋子就彻底毁了 我很下了心 带着孙婷上车 直接去城市里住 回到城里 孙婷并没有消停 她每天都对我大吼大叫 说孩子被砌在老家墙里 她要回去救孩子 我很耐心地解释 说孩子消失 消失在动物的肚子里了 孙婷不听 无时无刻不想要回老家 我不答应她的要求 她随手抓着旁边的东西就砸我 有一次 她趁我不注意 拿了把水果刀刺伤了我的胳膊 长此以往 我变得格外疲倦困顿 除了应对精神异常的孙婷之外 我还要处理公司出现的问题 公司里的几个股东 是老家里出来的 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说孙婷疯了 一直要求 要来看看她 我明白股东的目的 他们是想看看孙婷 是否真的有精神问题 最终 我在家中招待了老乡股东 八 虽然我提前做了准备 让孙婷躲在卧室不要出来 可孙婷并没有按照我说的做 她在老乡股东们面前 抱着洋娃娃一边喂奶一边说 乖孩子 喝饱奶了就好好睡觉觉 看到这一幕 股东们的脸色都变了 我把孙婷哄进主卧所上 自己则在客厅招待老乡股东们 放我出去 孩子醒了 要晒太阳 孙婷在主卧不停地砸门 我又尴尬又无奈 林华呀 老乡中的刘总说话了 我们考虑了下 一致认为孙婷现在的状态 只怕不适合继续做CEO了 其余股东纷纷附和 是啊 她精神问题太大了 如果再让她做CEO 说出去影响也不好 影响伤育 还是先让她好好养病吧 我面色灰白 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让她恢复正常 股东们摇了摇头 显然是不同意孙婷 继续当公司的头 人都走后 我异常疲惫 孙婷现在的状态 不仅影响了家庭 也影响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公司 我抽了一根烟 下定决心 给泰国朋友小灰打了个电话 小灰 我有件事 想要你帮忙 挂上电话后 我打开了主卧的门 孙婷抱着洋娃娃 低声说 嘘 宝宝睡着了 我轻声说 婷婷 你先把宝宝放下 我和你说点事 孙婷小心翼翼地把洋娃娃放在我们之前买的婴儿摇篮上 盖好被子后 轻轻地关上卧室门 我拉着她在沙发坐下 婷婷 我刚给一个泰国朋友打电话 她说 泰国有一些大师 能够把死去的孩子变成古曼童 如果咱们的孩子成了古曼童 就可以永远陪在咱们身边了 孙婷眼中绽放出希望的光芒 真的吗 看到孙婷的表情 我有点心痛 以前孙婷性格果断 现在的她像个毫无主见的小女人 我握住她的手 坚定道 是真的 小灰在泰国认识一个大师 就是专门做古曼童的 孙婷满是憧憬 把孩子做成古曼童吧 我希望孩子能永远陪着我 我又给小灰打了个电话 约好了大师的时间 订了一周后去泰国的机票 咱们下周一去泰国 好 孙婷开心地点点头 又道 老公 去泰国之前 我想回老家看一眼 被弃在墙里的孩子 可以吗 不用的 我安慰着她 到了泰国 大师会把孩子的灵魂召唤过去的 咱们不用多此一举 孙婷明显不太高兴 但还好 并没有吵闹 她总算没有再折腾了 我松了口气 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安抚好孙婷后 我回到卧室睡觉 我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这一觉我睡得很深 很沉 直到公安局给我打来了电话 电话那头说 许林华先生是吧 我正睡得迷迷糊糊 是 你是谁 我是公安局的 有人在铁道上 发现一句无名女尸 很可能是你老婆 你来辨认一下 孙婷趁着我睡着的空隙 撬开门锁 跑了出去 她还是挂念着气在墙里的 莫须有的孩子的尸体 为了快点到老家 她走捷径穿越火车轨道 结果被火车撞死了 肢体破碎 头部血肉模糊 在公安局 我是从尸体医务里的身份证 便认出了孙婷 入恋师和我说 尸体连一块完好的脸皮都不见 恐怕整个脑袋都得用面粉捏 得知孙婷的死讯 岳父带着一帮亲戚把我打了一顿 说是我没有好好照顾孙婷 岳母逼着我跪在他们家 祠堂前立誓 一边骂我到插门 一边要求我一辈子 像亲儿子一样给他们养老 我心力交瘁 着手给孙婷布置后事 在火葬场 我看着孙婷 被慢慢推进焚化炉里 我的眼泪哗啦啦的就掉了下来 婷婷 你死了 哈哈 你终于死了 我的泪呀 是喜极而泣的 没有人比我更高兴了 这该死的老婆终于死了 我恨孙婷 就因为我是入赘的 所以她从来都不把我当人看 总说我是窝囊废 在家里打扫卫生 洗衣做饭 端洗脚水 刷马桶等等这些不是男人做的事 我都做了 甚至有次小舅子大腿骨折几个月 无法自理 住在我家 孙婷让我给小舅子端屎端尿 我也当牛做马地照做了 可她还不满足 动不动就骂我照顾小舅子不够细致 所以我一直有着执着的念头 我不是窝囊废 我要做出一番大事 让孙婷对我刮目相看 于是我开了个医疗器械代理销售公司 公司起初规模很小 前妻在我的恳求下 有一些老乡愿意入股支持 我持有25%的股份 是大股东和董事长 在我的努力下 公司也逐渐有起来的势头 这时候 孙婷说要加入公司 说什么夫妻童心 齐力断金 我想拒绝 但岳父母就打我 骂我狼心狗肺 在各种威逼力诱下 我迫不得已答应 孙婷这个狠毒的女人进公司后 逐渐把我的权力架空 并夺取了我的部分股份 最终纠占却潮 把我的公司一主成了她的 她当着我下属的面说 我是废物 没用 但我只能低头默默忍受 不敢反驳 新来的下属们背后都在议论 风言风语 说我是专吃软饭的男人 为了维护公司氛围 和我台面上的公司合伙人的形象 我还得装作没听到 我的忍让 并没有让孙婷消停 她反倒越发放肆 骂我更加厉害 明明我是公司的创办人 却每天开会都被孙婷 公开骂得连狗都不如 时间一长 我有了和她离婚的想法 结果这时候 她说她怀孕了 本来我觉得孙婷怀孕了 有了孩子之后 她对我可能会好一些 但显然我想多了 她更加暴躁 不仅对我遗旨气势 还动不动对我拳打脚踢 年会上 她公开骂我是窝囊费 还让我跪在地上 和几个没完成业绩的销售 一起学狗爬 让我在下属面前 彻底抬不起头来 不仅如此 她爸妈还要让孩子 跟他们加姓 为了公私 为了还未出生的孩子 这些我都一一忍下来了 直到有人告诉我 我老婆出轨了 我如同晴天霹雳 在一次陪同孙婷产检时 买通医生 找机会做了羊水穿刺 检查显示 孩子不是我的 万念俱灰 我决定复仇 我要杀死聂种和孙婷 夺回公司 嘟嘟嘟 又是一阵手机震动消息 还是那个号码发来的 你老婆也死了 哈哈 我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回了个消息过去 我死了老婆 孩子 你这么开心 那边回了信息 我是替你开心啊 死了老婆 你不就能正大光明地约我了吗 我迅速回复 今晚十一点老地方约 不嘛 你老婆都死了 我要去你家 我笑了笑 把信息删除 处理信息的时候 我看到还有一条未读消息 这是孙婷发给我的 显示的时间是前天一点二十九分 我醋眉 孙婷正是前天死的 也就是说 这条信息是孙婷临死前发给我的 我打开信息 内容是 老公 孩子真的在墙里面 我冷笑一声 疯子就是疯子 把梦当成了真 不过话说回来 为了让公司股东觉得孙婷疯了 好夺回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我真的花了好大的心神 费了好大的功夫 我带孙婷回到老家后 在她喝的牛奶里放了安眠药和致患药物 接着 我用早已准备好的录音笔 播放小孩的嘻嘻笑声 以及小孩想要妈妈抱抱的话 最后 我把山上的土 按照小孩脚印的模具 撒在玄关柜旁边 记得那一天我挺累的 撒完泥土后 我趁着孙婷睡着 把玄关柜上 地板上 地毯上等带泥土的地方都擦拭干净 我这么勤快地打扫 自然是为了让孙婷加深自己产生幻觉的错觉 甚至我还专门学习了催眠和精神暗示 在日常生活中 不断在潜意识中给孙婷暗示 孩子来找妈妈了 我在孙婷的食物中下了置换的精神类药物 那天她在门口给塑料娃娃喂奶的场景 是我用录音机一遍遍地 在她耳边循环播放 妈妈 我饿 想喝奶奶 门口出现塑料娃娃 也是我放在家门口的 为什么放在门口呢 一来可以刺激孙婷 二来也是为了让老家的乡里乡亲 邻居都看到 孙婷因为孩子死了神志不清 做出的疯子举动 我相信在大剂量置换药物 录音和塑料娃娃的多重暗示之下 孙婷很可能会做出疯子的举动 如果置换药物没有起到相应的效果 她没有疯 那么我还有下一招 我会让孙婷喝下安眠药早些休息 再安排演员假扮成孙婷喂奶 演员的脸型和身材与孙婷很像 化妆之后 又是在我家门口 同样的着装和身材的情况下 看到相似身影 没有人会怀疑那是假的孙婷 但好在一切如我安排的一样 置换药物成功让孙婷自己 做出了喂奶的举动 省去了演员的出场 接着我又用录音 给药性发作 精神恍惚的孙婷 做心理暗示 孩子被弃在了墙里面 于是孙婷开始不停地砸墙 想要把弃在墙里的孩子挖出来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为了加强效果 我买通李医生 李医生是村里唯一的医生 说话很有分量 他说孙婷疯了 邻居们一定会相信的 最终孙婷给塑料娃娃喂奶 发疯砸墙的场景被拍成视频 在邻居中传播 邻居中 有些是公司董事会的老乡股东们的亲戚 那些亲戚 是一定会把孙婷疯了的视频 发给老乡股东的 股东们也就一定会放弃孙婷 那么我将重新夺回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在我天衣无缝的计划下 孙婷彻底魔障 一直把我循环给她放的录音当了针 当然了 我并没有寄希望于孙婷会真的成了疯子 精神类质患药物和长期潜意识催眠和心理暗示的作用下 孙婷一定会做出反常的 像发疯一样的举动 但要笑一过 孙婷就有极大概率会恢复正常 不过 我只需要让股东们认为孙婷疯了 就已经足够了 而直到生命的最后 她还想回老家看弃在墙里的孩子 最终 她死于被火车撞死的意外 其实挺好的 撞死不过痛苦一秒 被人杀死 会更痛苦 原本 我是想把孙婷忽悠去泰国拜古曼童 让小辉在泰国当地雇人把她杀了 甚至预付款 我都提前打给小辉了 我很清楚 孙婷只是精神恍惚 一旦停止心理暗示和致幻药 她还是有可能会恢复正常 但现在孙婷自己被撞死了 我落了个干净 如今我彻底解决了后顾之忧 稳坐公司一把手 哈哈 只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我去挖孩子的时候 不见孩子的尸体 孩子究竟去哪里了 这是我唯一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如果说孩子是被山里野兽吃了 那么埋葬孩子的地方 应该会剩点棺材的碎木屑 或者骨头渣子之类的组织 可埋葬孩子的地方 没有一丝痕迹的残留 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很疑惑 总不能像王寡妇说的那样 孩子自己爬起来了 不不不 死了的孩子 怎么可能再爬起来 我很快否定了这个念头 孩子是我给孙婷下药 才成死胎的 现在找不到他的尸体 我确实有点害怕 算了算了 不想那么多了 我先去浴室洗了个澡 刚打开水龙头 若有若无的腥臭味道传来 我醋眉 这臭气好熟悉 像是皮肉腐烂的味 家里怎么会有这种臭味 我关掉了花洒 那骨子臭气略有消失 是因为好久没用热水器 导致热水器里的水臭了吗 我把花洒打开 想着让热水器里面的水都放掉 但时间的流逝 却让那股臭气越来越扑鼻 我有点受不了 最终放弃了洗澡 哎 过一会儿我的宝贝苏苏要过来 我却不洗澡 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嫌弃我 我换了件干净衣服 洗了把脸 打开抽屉 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岩石药物 放在餐桌上 惬意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十一点钟 房间门咚咚咚的敲响 宝贝苏苏总算来了 我简直浴火焚身 我赶忙打开门 房门打开 楼道里却是空荡荡一片 是我刚才听错了 我重新关上了门 没一会儿又有人敲门 我不耐烦地去开门 门外依旧没有任何人 我的热火瞬间消散 精神紧绷 谁在捣乱 没有人回应我 我趴地用力关上门 才关上不久 咚咚咚的敲门声再次传来 这次我学经了 对着猫眼看 一看 我整个人都差点下软 猫眼那头 突出来一只眼睛 眼睛心红 很是恐怖 哇哒 我大骂一声 跑去厨房 拿了一把水果刀 再疼得 用力拉开防盗门 他妈的 赶在老子面前 装模作样 哎呀 大概是我推门太猛的缘故 一声尖叫声传来 苏苏爹坐在地上 委屈巴巴地看着我 我来看你 你怎么这么对我 原来是苏苏 我松了口气 赶忙扶起她 你做什么 苏苏埋怨地看了我一眼 我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 我抱住了她 这是惊吓 不是惊喜 门关上后 我迫不及待地亲吻着苏苏 天天伺候孙婷那老娘们 我都很久没有开过婚了 苏苏娇笑着闪躲 我刚才怎么惊吓你了 你是不是死了孩子 又死了老婆 所以害怕他们来报复你呀 我在她脖子上咬了一口 没良心的东西 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 什么为了我呀 你是为了你自己吧 苏苏缓住我的腰 咯咯地笑着 你看哪 你老婆一死 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快活了 还不行 我摇了摇头 孙婷爹妈肯定不同意我 和你在一起的 苏苏一脸震惊 人都死了 他们家怎么还能管得到你 我想起了不堪的从前 当初我穷困潦倒 走投无路 连大学学费都交不起 是孙婷资助我上的大学 我那时年轻 也想借助孙婷家的底子 让自己以后的日子平坦一些 孙婷的父母 觉得倒插门女婿 就得像个儿子一样 我和孙婷结婚就成了入赘 还签了合同 将来不管发生了什么 我都要养他爹妈 不然他爹妈 就会利用合同 向法院告我 那该怎么办 苏苏有些不知所措 你不会真的要养他们一辈子吧 我怎么可能会养那俩老东西 我冷哼一声 我得好好筹划筹划 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吧 他们也送走 这样孙婷一家子的财产 就都归我了 你真聪明 酥酥娇嫩的小手 在我身上游走着 挠得我心痒痒 他又道 孙婷一家得有不少钱吧 没什么钱 也就老家几套房罢了 城里的这房子 还是贷款的呢 我捏了苏苏的腰一把 说道 对我来说呀 公司才是最值钱的 不过现阶段公司里一片混乱 我得花精力重新整合 加上不留痕迹的弄死孙婷爸妈 估摸着 得不举个几年 苏苏脸上的笑 迅速坍塌 他呼地推开我 我原以为解决了孙婷 咱们就能光明正大的 在一起享受他留下来的钱 你却跟我说要 还要再等等 我愣了一下 苏苏 你当初和我在一起的原因 只是为了钱 一开始 我是被你的相貌所吸引 想着我无聊的时候 找你玩一玩 苏苏捋了捋自己的发丝 后来 我被人举报在工作中 收患者红包 失去了医院的工作 没了经济来源 就只能涂你的钱了 现在我等不及了 我整容欠了一大笔钱 你赶紧把你手里的财产给我 苏苏瞥了我一眼 你谋杀自己老婆孩子的证据 我都有 如果你不把钱给我 那么 你杀子杀妻的丑事 就全都会泄露出去 住口 我没有杀他们 孩子是胎死腹中 孙婷是自己被车撞死的 谋杀两个字刺痛我的心口 我捏着拳头站起身 再说了 我杀的也不是我的孩子 那孩子是孙婷出轨的孽种 苏苏笑得弯着腰 几乎直不起身子 我是医院里的护士 偷偷造假文件 说孩子不是你的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 许林华呀 许林华 你真是和你老婆说的一样 又窝囊又蠢 我呆滞了 你的意思是 孙婷肚子里的 是我的孩子 苏苏冷哼 不然呢 蠢货 你杀了自己的孩子 还沾沾自喜 觉得杀的是孽种 我呼吸瞬间急促 我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我始终记得 我在孙婷食物中下 要毒死胎儿的原因 那天 孙婷又当着下属的面骂我 她说 许林华 你真是个畜生 你老婆怀了孕 还在辛苦地工作 你却趁着老婆怀孕的空当 和医院的护士勾勾搭搭 但其实 我只是咨询护士苏苏 关于一些孕妻护理的事情 苏苏很耐心地做了解答 我为了答谢她 只是请她吃了顿饭 你这种人 怎么配当人 你应该投胎当猪狗 孙婷明目张胆骂我 让我没了男人的半点尊严 也彻底地丢尽了脸 这天苏苏恰好失恋 她约我散步 向我吐露苦水 我安慰她 同时向她吐槽孙婷 对我的虐待 那天我们都喝多了 醉意微醺地我们去了酒店 当时苏苏非常温柔 与动不动狂怒骂我的孙婷 完全不一样 这时之后 苏苏并没有和我在一起 只是善解人意地说 这是两个失忆之人的彼此未解 结果后来有一天 她告诉我 孙婷和医院里的领导上过床 我本来半信半疑 在一次陪同孙婷产检时 我买通医生 找机会做了羊水穿刺 我拿去亲子机构鉴定 发现孩子不是我的 孙婷给我戴了绿帽 我才跟苏苏在一起 还对孙婷下了药 啊 我大吼一声 无比愤怒地看着苏苏 你让我亲手杀了我的孩子 你怎么如此恶毒 我恶毒 我这是在帮你 否则 你一辈子都要活在孙婷的阴影下 做一个永远的窝囊废 苏苏耸了耸肩膀 放心吧 你害死你孩子 老婆 这件事除了我 不会有人知道的 木火冲上了我的天灵盖 我破口大骂 贱人 我贱 恐怕你更贱吧 好好的老婆孩子不要 非得偷吃 苏苏撇撇嘴 行了 我也不想和你装模作样了 她拨弄了一下 亮晶晶的红色指甲盖 嘲弄地看了我一眼 我再说最后一遍 你只要把你公司的股份分一半给我 我保证你做的那点丑事 不会有半点泄露出去的 她娇力的面容 此刻在我面前变得格外丑陋 扭曲 她比孙婷还要可恨 一时间 我再也忍不住 冲上去掐住了她的脖子 苏苏不断挣扎 但男女力量悬殊 她被我掐得双眼翻白 眼看着就要送命 最终 一丝理智挽回了我 我松手放开了她 我不能杀人 杀人会坐牢 我不想坐牢 嗨嗨 苏苏捂着脖子 大口大口地咳嗽 她大概是怕了我 逃一样 往门处跑 我帮你摆脱了孙婷 你却这样对我 进入电梯后 她冲我大喊 许林华 你活该被孙婷一家奴役 你真就是窝囊费 滚 我紧捏的拳头 重重垂在沙发上 我不是窝囊费 我不是 我是个有谋算 且努力的人 不然我怎么从孤儿身份 一步步在城市扎根 直到成功 开了自己的公司 我只是走错了路 我不该入赘到孙婷家的 我应该找个比孙婷更温柔 更有钱的女孩结婚 嗯 我是聪明的 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苏苏是威胁不了我的 我虽然害了孩子和老婆 但我没有真正亲手杀死他们 孩子在肚子里就死了 我不用背负刑事责任 至于孙婷 我只是设计把她弄疯了 只要处理掉这些痕迹 就没人能发现 她被火车撞得连脸都不剩 那是她疯了之后 自己干的事 嗯 是的 我没有杀人 一切都是苏苏的错 是苏苏这个贱人勾引的我 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强调 我情绪亢奋 口干舌燥 这是岩石药物的作用 我慌忙走到饮水机前 喝了很多水 坐在沙发上 想冷静一下 踏踏 灯突然暗了 整个客厅开始变得极黑 我慌忙打开手机的手电筒 想看看什么情况 可刚拿着手机站起身 迎面看到一张苍白的脸 老公 老公 孩子还活着 他被弃在墙里了 那张脸机械的 一张一盒地说着 我浑身僵硬 吓得呼吸都停滞了 停 停停 嘻嘻嘻 孩子的嬉笑声从浴室游远及近地开始传来 宝宝 不是我害的你 我跌坐在沙发上 手机上的光一晃 跌落在茶几底下 光亮消失不见的瞬间 孙婷那张苍白的脸在我眼前 分裂开 大量的血液迸发 冰凉粘腻的触感落在我的脸上 我下意识摸了一把脸 一手的腥臭味 老公 一双手猛地抓住我的脚 四面八方的声音涌进我的耳朵 宝宝真的气在墙里 啊 我吓得尖叫一声 大脑一片空白 眼前光影分裂 意识如同流光闪烁 记忆画面支离破碎 黑暗吞噬了我 我彻底晕厥过去 醒来的时候 已经到了中午 我摇了摇脑袋 只觉头痛不堪 但脑海里始终浮现一句话 孩子气在墙里 我要去砸墙取出孩子 这话不断诱导着我 让我砸墙 终于 我做出了像孙婷一样的举动 我拿锤子锤浴室进后面的墙 镜子碎了一地 镜片扎在我的皮肤上 生生刺痛 可我一心想取出 气在墙里的孩子 我整个人都麻木了 一下又一下地砸着 啪 一声巨响后 一只乌黑 肥胖 还染着蛆虫的手 从墙体旁边的热水器里露出 啊 我疯了一样大吼大叫 由警察推门而入 原因是邻居投诉 说我砸成重墙 警察抓我的时候 我举着孩子的胳膊 一遍又一遍地对他说 孩子 真的 真的 气在墙里 警察以为是一宗命案 但仔细查看 发现我手里的 只是一只仿真的 硅胶胳膊 硅胶胳膊里面 放了烂猪肉 猪肉里有孵化成蛆的 营虫卵 这些烂猪肉和营虫 也就成了 热水器里臭味的源头 出了警局之后 我精神恍惚 再也不敢住在家中 我来到公司 坐在办公室内 我的大脑昏沉 混沌一片 眼前的一切事物 都在旋转 我感到头晕 眼花 异常地口渴 我接了水 大口大口地喝着 再然后 一阵无力感传来 我晕倒在地上 嘻嘻嘻 婴儿的诡异笑声 营绕在我耳边 我睁开眼 贴面而来地出现 一张死婴的脸 它脸色惨白 黑溜溜的眼珠子 死死地盯着我 别过来 我尖叫一声 跑出办公室 却发现 外面竟然有 无数死鹰 和孙婷 他们漂浮在半空中 朝着我围了过来 嘴里发出 嘻嘻的刺耳笑声 我大口大口地呼吸 拿起了消防斧头 冲着他们砍了过去 滚 都给我滚 他们的血溅落在 我的脸上 温热的 但哪怕我砍伤了他们 他们还是宁笑着围着我 抓闹我 我彻底疯狂 抡着斧头胡乱砍杀 最后 一阵无力感天旋地转地传来 我再次晕死过去 醒来时 我发现自己 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关在一个小屋子里 身前的精神病医师 读着病例档案 患者因在公司内部突发精神病 将员工误认为是鬼魂 挥动消防斧头砍伤员工 后被送来治疗 我精神恍惚 不断低难 孩子 我对不起你 老婆 我对不起你 治疗室的玻璃窗户外 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孙婷 孙婷她来了 她又来了 老婆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是诸狗不如的东西 你确实诸狗不如 窗户那一头 孙婷冷冷地说 对了 恭喜你 眼光真不错 酥酥那个海王 因为给富二代提供性服务 被抓进警局了 老婆 我诸狗不如啊 我癫狂地失声大叫 我砸抢 我一定好好听你的话 把孩子取出来 窗外 孙婷面色冷漠 不再说话 旁边的精神病医生说道 这个病人受了刺激 她的精神问题很严重 孙婷淡淡一笑 那是她活该 瞧着许林华那张 还算英俊的脸 孙婷脑海里 逐渐浮现 与她初始的过往 她与许林华是大学同学 初见许林华 她就喜欢上了这张好看的脸 因为许林华是孤儿 她总是对她给予帮助 也许是怜爱 也许是母性 也许最终变成了喜欢 孙婷不知不觉间 就和许林华在一起了 她把自己的生活费分给她 自己忍饥挨饿地吃馒头 自愿资助着她大学毕业 最后 她如愿与许林华结婚 婚后 她才发现许林华虽然胸怀大志 但缺乏努力 并不脚踏实地 且为人懒散 执行力不强 除了伸手要钱去吃喝 其他无论大小事 许林华都不会去做 一开始她还会苦口婆心地 劝许林华自力更生 但许林华总说自己的志向和未来都很远大 目前小事不配她做 时间久了 她忍不住开始骂她朝老婆要钱 很窝囊 许林华被骂后 开始清醒了 有了想要创办公司的想法 她大力支持 在她的暗中帮助下 许林华找到了一些在城里发达的老乡 作为股东 容来了启动资金 但她很快发现 许林华并不善于运营公司 所以 她插手管理许林华的公司 她是真心想要把公司弄好 公司合作的医院领导 要她喝三杯白酒 她为了成交单子 养头就喝了 白酒下肚 领导趁她醉酒想睡她 她拼死挣扎才得以保全自己贞洁 为了公司 为了家庭 她怀着孕还在外面拼命的时候 却发现许林华和医院里的小护士 苏苏轻轻我我 她发了前所未有的怒火 怒骂许林华不要脸 是畜生 但许林华不知悔改 竟然想害她 她亲眼看到许林华给她下了死胎药 从那一刻起 她就决定将计就计 反杀许林华 她假意配合喝下了药 但实际上她趁着许林华不注意 全吐了 她暗中找亲戚作局 录下了护士苏苏收红包的证据 导致苏苏被医院开除 剖妇产那天 她生了一个身体健康的女孩 至于那个浑身轻子的女童 是她花钱买的仿真硅胶娃娃 为了报复许林华 她把女儿交给远方的表姑照顾 自己顺着许林华的计划装疯 后来 许林华收到她火车撞死的消息 她怎么可能会死 她买通殡仪馆的人 找到一具与自己体型相似的尸体 并在尸体衣服里塞了自己的身份证 伪造了自己死亡的假象 这让许林华误以为 被火车撞死的人是她 紧接着 她偷偷潜到家中与公司里 在饮水机里下 让人产生强烈幻觉的药 就像许林华曾经对她那样 等她睡着后 在她耳边播放录音 老公 孩子真的气在墙里 你快去救她 老公 孩子和老婆变成鬼来找你了 嘻嘻嘻 她相信 许林华在药物和录音机等作用下 会表现出疯癫砸墙的状态 许林华砸墙 就一定会看到热水器里 被她藏放好的 塞满了死猪肉的硅胶娃娃 这硅胶娃娃 便是她花钱请王寡妇帮忙 从老家后山中取出的娃娃 许林华呀 一直想要她成为疯子 自己掌握公司的主权 可最终 许林华自己却进了精神病院 而她靠着精神鉴定无事的证明 和许林华在公司商人的视频 重新在股东们面前夺回了股权 孙婷做了很多的准备 在老家的时候 买通了收入低微的王寡妇 王寡妇的丈夫出轨过 她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出轨的男人 王寡妇义愤填膺地说 即使孙婷不给钱 她也会帮着孙婷整治这些富心渣男 于是王寡妇帮助孙婷散播消息 说后山里埋葬的孩子爬出来了 正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许林华亏了心 要死了孩子 王寡妇说的话 肯定会让许林华恐慌 她会不断猜孩子究竟在哪里 以及怀疑孩子是否真的从土里爬出来找她 实际上 孩子被埋山里的当晚 她就让王寡妇帮忙取出来了 王寡妇说 取出来硅胶娃娃的时候 木质棺材是破的 死猪肉的血水也渗到了泥土中 应该是许林华埋棺材的时候 用力过猛 把土田的太紧导致压破了棺材 王寡妇把那塞满了死猪肉的硅胶娃交给了孙婷 孙婷将娃娃放进了 势力家中的热水器里面 她本来想放进墙里的 不过墙是承重墙 动不得 但不管怎么说 许林华彻底疯了 她的反杀目的已经达成 何旭阳光下 微风袭袭 吹拂不远处躺在婴儿车里的小女孩 小女孩瞧着推车上的铃铛 高兴地咯咯咯咯笑 孙婷也忍不住笑了 她想 等女儿长大了 她一定会告诫女儿 爱情永远是两个人的努力 愿你遇到一个成熟的爱人 愿你执迷不务时少受点伤 愿你幡然醒悟时还赶得上 精神病院的房间里 等孙婷母女和精神医师走后 我停止了发疯于伪装 孙婷给我下的药量不大 我只有点精神恍惚 但还没到发疯的地步 我不断呐喊 是因为我只有成为了疯子 才能彻底摆脱孙婷 我了解孙婷 她是不会和我离婚的 我的计划彻底失败 我将生活在孙婷的阴影之下 杀死孩子这件事 不论在道德 还是法律上 她都占尽上风 所以 她一定会竭尽可能地辱我 骂我 欺负我 乃至于改造我 她会让我放弃公司所有的股权 把我变成活在程序里的 早已被设定好的机器人 在家是清洁小能手 情绪垃圾桶 在床上变成 涌动小马达 跪舔好男人 在公司变成超级工具人 这是孙婷定义的好男人 但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她一直觉得 男人爱她就应该为她改变 孙婷让我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 越来越不敢违抗她 越来越没有主见 越来越窝囊 我的内心也逐渐在苏醒呐喊 为什么总是让我改变 孙婷 你 何时可以为我改变一下吗 孙婷 你可不可以 不那么残忍地骂我 改造 是最温柔而残酷的利刃 也许 她只是想要通过辱骂 让我改过自新 变得更好 她一直坚信 棍棒底下 才会调教出有出息的老公 她一直坚信 终有一天 会将我彻底骂醒 那一天我 才会真正地发愤图强 但这种方式 我不接受 我再也受不了 被她调教的痛苦 我还不如待在这精神病院 这里真好 再也不会有人骂我 窝囊废了 我还不过在这儿 我还不过在这儿